68 歲的曾志偉今年初強勢回歸TVB 做副總經理兼行政委員會特別顧問 奉命掌管和改革歐斯亞的綜藝節目 志偉修復失地三個月 死的余詠山和何之濤夫婦敗酒 正當大家以為有線幫不能留下的時候 余詠山昔日愛張洪榮城 突然升勒心堅三大要職 做新劇《凶宅清潔師》 監製片審和藍一 原來一向霸足這麼多爪的智慧 影同香港史上首套BL劇大叔的愛 監製兼編審勞斯倫 和倉依無限的詩君 成立了勞斯洞中媒體製作公司 懸疑經理劇《凶宅清潔師》 正正就是屬於勞斯洞中的產物 由智慧低調在背後發功力推下絕成好事 在TVB拍攝中的13集《愛潘網劇》 不過Tony就不想身份太張揚 好快將自己除名 還在IG上載同路斯倫和詩君的合照交代 說自己只是負責買下午茶 變身幕後指揮的Tony 日前就現身尖沙咀外景場地道打點 看看傅嘉莉和Ben Sir拍攝情況 相當緊張 Tony就強調不想以監製作出頭 反而是著重劇本要求質素 對於勝傳劇集和真志話有關 Tony就立刻尷尬被探 或不關智慧事 而勞斯洞只是拜Project這樣做 亦不方便交代勞斯洞中的股東情況 當日拍攝的場口是講述 半紅不黑的KOL傅嘉莉 為了求Ben Sir合作 在車門和車內 和幾位助手拉拉扯扯 不讓Ben Sir離開 作為女一的Kelly好進取 不只曬腿頭纏腰 還在大熱天氣下爽跑 並且起飛腳 還要抱著阮靜鋒相當入氣 而穿著曬妝的Ben Sir就熱得流汗 他就說可以跟年輕人團隊合作 相當開心 問到他有沒有改劇本 我跟誰敢改劇本 我也有改過少少台詞 有一次改編 今晚編審說 我想在那個劇中 我想去串那個闊太 他說Ben Sir那一刻 你不是串他的 你真的要硬吃他 硬吃這些符號給你的嘴 我聽到有道理 我根本就投降了 Ben Sir就透露 試過找他拍劇 他一路死 我打算我 其實我跟他沒有合作過 沒有合作過拍劇 明明中大家都是有些老店哥 共鳴 我的眼睛要確定 不要到處遊客遊客 Ben Sir也表示對C-Qone很有信心 也知道洪永城客監製 但自己就沒有理過創作團隊的背景 到晚了